大家辛苦一個禮拜週一早的聽課 今天下午是我們的Weeky Talk 跟我們ChemMap的工作坊 雖然今天跟我們的設定上 因為我們本來預設可能 這兩天參加的人會有很大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本來預設說兩天工作坊是差不多的 但我們有發現也有不少是昨天都有參加的朋友 所以我們今天工作坊內容也是會稍微微調一些 或微調一些不一樣的內容 第一組的交換是會進行 如果你已經會有朋友可以 可以請他朋友一起跟聽一下 或是如果有不同的地方也可以再詢問 好 那如果是有用筆電或是用手機的朋友呢 相信這頁應該不會太陌生了 我們的這個報告牌的上面 我們這個報告牌的上面的活動訊息 倒降的就會是這一個頁面 那如果用筆電的朋友也可以到我們的報名頁 你可以到我們的報名頁 然後幫我點這個活動動筆頁面 在這個訊息頁的話 用手機也可以 幫我點到這個活動的動筆頁面 那你就會倒下到這一頁 你可以倒下到這一頁 那我們其實有很多的記錄都是在上面 包含像昨天的這個 昨天的演講 昨天的演講也已經有人做了一些筆記在上面 那大家可以去做 就是去複集 或者是去看昨天的內容 那我們在活動結束之後 我們會盡快 我們會盡快去把這兩天活動的錄影 去做一個剪接 去做一個剪接之後 發表在我們的YouTube上面 那大家也都可以到我們的YouTube上面去看 那請大家幫我們點到這個 OpenStreetMap跟烏技大量社群工作方的 這一個公平頁面裡面 好 那剛剛已經有人在OpenStreetMap這邊 已經有人在OpenStreetMap這邊 做了一些那個 做了一些筆記 還是這是大學民眾的 是BENStreetMap 那大家都可以在這邊找到 今天的講者 或是等一下我要介紹的內容 好 那我簡單 我今天就先簡單介紹一下Wikita編輯 因為現場應該還有人還沒有聽過 那我已經簡單介紹一下 那剩下的時間我會比較著重在 就是今天除了會簡單示範 如何編輯以外 我會再示範 就是昨天有 夥伴來問我說 如果想要查 某些類型的資料要怎麼去查 那我今天會稍微示範一下 目前在VTL上面 會有哪些資料可以去做查取 以及如果把資料 建在VTL裡面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呈現 那在這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我們在做VTL的介紹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一些夥伴以為 所謂的VTL就是在維基裡面的資料 所以我只要用維基版科 或者是用維基上面所有的資料 都算是VTL 但這其實並不是 VTL它其實是維基媒體運動的 其中一個專案 也就是說它的地位其實跟維基版科一樣 它是維基版科的一個減低計畫 那維基已經有很多很多專案 那為什麼我們還叫Wikibeta呢 那這個是Wikibeta的一個 基礎的一個頁面的組成 跟一般的維基版科條目 還是相對的不一樣 那在Wikibeta裡面的第一個條目 就叫做宇宙 那在Wikibeta裡面 我們不太常講這個條目 我們講說叫做item 那中文叫做物件 那Wikibeta它有一個重要的功用 是它串連多語言跟多資料庫 那我們在剛剛 早上第二場合 我們看到這個排外語 排語的這個演講 那其實對於這個 多語言資料庫的一個建立 Wikibeta也可以去提供一個平台做一個協助 那相信那個嘉哲也有示範說 他們怎麼樣在Wikibeta裡面去建立 排外語的這個詞彙 那以宇宙Q1為例 你可以看到 它合計連結有四個媒體專案 150種以上的不同的語言的條目 然後180天條目跟26個資料庫的連結 都在這少少的一頁裡面 在少少的一頁裡面 所以它的一個重點是說 它去把跨語言跨資料庫的同樣類型的一個資料 去做一個跨戰的一個連結 那同時 Wikibeta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在維基版科裡面 在維基版科 它是用語言來做一個分類 就是說 大家常常會以為 台灣有台灣的維基版科 然後中國有中國的維基版科 西班牙有西班牙的維基版科 其實並不是這個樣子 維基版科是用語言來分類 那我們以為西班牙用西班牙的維基版科 不是 是西班牙人用西班牙語維基版科 那台灣就是有中文維基版科 還有像那個 今天一樣介紹的 有那個 台灣語維基版科 還有那個阿美語維基版科 西班牙語維基版科 它是用語言來分類的 所以 一個國家 它可能 一個國家的國民 會因為它使用的語言的不同 而去使用不同版本的維基版科 那同樣的道理 台灣的人會使用華語 那 會使用中文 那就是我們會使用中文維基版科 但是全球不是只有台灣的人講中文 包含像 像 香港、澳門 還有 東南亞 華僑 他們都用中文 所以他們都公布我們一起共用中文的維基版科 而維基版科並不是用維基版科 特別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 那 在 沾起來的 這個 這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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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 拜過很多日本藝術家維師 那 那 像是剛才三長柱的那個 那個 條文 在中文維基版科裡面就沒有 但是它在日本維基版科裡面就沒有 那 在 中文維基版科裡面沒有的狀況下 你點過去它可能可能會有日文的 但是 因為在 Wikidata裡面 它是跨裏點的 所以只要有那一筆資料 它就可以互相的連結 所以 在 Wikidata裡面 雖然剛才的三長柱只有日文的條目 可是我們也可以幫它跟李梅柱的這筆資料 去做一個連結的動作 然後 那 地路線關注度不太古的一個物件 因為 維基版科的那個 收入的標準 跟Wikidata的收入標準是不太一樣的 維基版科收入標準會比較嚴苛一點 那 Wikidata的這個網站 它在 wikidata.org 如果你是用維基版科的話 它可能就會有什麼 VH 或是 NAN 或是 EN 那個就是用不同的語言去分的 不同版本的維基版科 那 Wikidata都沒有 Wikidata全球就是共用同學站點 那 使用維基帳號就可以登入 那 這邊帶大家 創建一個 Wikidata帳號 如果沒有帳號的 朋友可以跟著走一次 就是 就是 我剛剛的簡報 Wikidata.org 那你打開網站的時候 它是會是英文的 這很正常 因為就是 沒有 因為你沒有登入 那 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換 語言 可是它會跟你講說 這個功能要登入之後才可以使用 那 如果你是用電腦 就可以直接按 右上的 Create account Create account 那在這邊 輸入你的 帳號 密碼 然後 接著密碼 然後 Email 然後在這邊 跟大家建立 雖然 這個 建立Email的 選項是 Option 就是你可以選 你可以不點 但是 如果你不點Email的話 你忘記密碼 就忘記密碼 沒有辦法 你忘記密碼 你帳號就是不見了 那如果你有寫密碼的話 如果你有寫Email的話 還可以透過Email 來幫你寄這個 密碼的回覆信 那你只要創建帳號之後 就可以登入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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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Data的部分 那 所有的危機專案 我要講到 所有的危機媒體專案 都是共用統一的危機帳號的 那如果這個 那個 那個 危機的 網站 通常 它的網域 都是 什麼什麼 打org 打org 那 因為 危機的 政策 它是沒有拒絕 就是它 它是允許 大家去 開所謂的 鏡像站 就是 你可以複製危機的內容 開另外一個網站 那 所以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登入的危機板 或是登入的 Wikidata 我是還沒有看過 Wikidata的鏡像站的 但是你要稍微 大家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你登入的 是不是 危機媒體基金會所蓋的站點 那如果 不是的話 那它的帳號密碼 就不會是一樣的 它就會是獨立的帳號密碼 好 好 那如果你登入完之後 你應該就可以跳回到首頁 然後去把這邊的語言 換成中文 那剛剛也有提到 如果你已經登入完了 那個 你會看到上面的中文 會有非常多的分類 那因為全台 因為全球用中文的DG感很多 那每個地方 各於中文的使用機感不同 從對質觀的 有所謂的反體跟簡體的差異 然後再來就是 還會有各地區用詞的不同 所以在目前的中文的 在目前的文基的系統裡面 中文就有分成 應該是六大類 就是有分 反體中文 簡體中文 台灣中文 香港中文 澳門中文 馬來西亞中文 跟新加坡中文 對 這個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基本上我會習慣選 反體中文或是台灣中文 那大家到了 如果大家已經登入完之後 或是你還沒有登入也沒有關係 你在右上角的搜尋框 出入大寫的 WB 冒號 TW 你的冒號要是 冒號要是半型 就是要有半型的冒號 然後直接按Enter 手機也是通用的 就是你如果在手機的 Wiki Data 右上角出入 WB 大寫的 冒號 D W 好 你直接在這邊按Enter 你就會到有一頁叫做 Wiki Data 冒號 有一個頁面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在這個討論頁上面提出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這邊問問題 然後我們就會上去鬼 我們會上去鬼 然後有任何想要了解 Wiki Data 的一些東西 包括像是一些教學文件 我們有做一份教學文件整理 還有教學影片的整理 還有一些指南 就是說如果今天要寫的是 文化資產的內容 你可以怎麼去寫 我們稍微看一下文化資產部分 今天有找到文化資產 昨天 昨天才有 那我們可以稍微看看文化資產的頁面 那在Wiki Data 裡面 在Wiki Data 裡面的內容 主要有分幾種 那稍微講一下 這平常我們怎麼樣 因為相信大家平常 應該都是用文化資產比較多吧 那你可以看到 你一般看到的 文化資產的頁面 應該會是長這個樣子 應該沒有錯吧 就是平常大家看 文化資產的頁面 應該長這個樣子 那你如果要 你要做文化資產的頁面 就是如果這一筆 文化資產的頁面 它也有 這個5T Data 頁面的話 它在這邊 它在左邊的工具欄 在左邊的工具欄 在左邊的工具欄 有點小 不過你可以看你的電腦的畫面 我現在可以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好 我們既然在台北大學 在台北大學區欄 OK 這個是我們一般看到的 文化資產的頁面 那你可以看到 在左邊 左邊 左邊 夠大嗎 可以 在左邊這邊是不是有一堆連結 在左邊有一堆連結 那如果這一個頁面 它有 Wiki Data 的連結的話 因為有些頁面是沒有的 你就會在工具欄 它中文被翻譯叫做 Wiki Data 它中文被翻譯叫做 危機數據項目 那在英文上面是Wiki Data item 你把它點過去 你就會到達 你就會到達 台北大學 也就是這一頁 你就會到達這一頁 它所對應的 Wiki Data 的頁面 那我們就可以從 這一個頁面 來看到它Wiki Data上面的內容 是怎麼寫的 那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你幹每個條目的左邊 點那個Wiki Data 我一支數據項目 它就會變成這樣 那Wiki Data 的面容主要有三種 那 其實它有幾多種 但是我們一般我們在做教學 就會教三種 一個是P Q L P 叫做屬性 Poverty Q 是 item 就是物件 就是我們平常看到的條目 Q 然後再來是 L L Let me 那個今天的第二場 他們就在講說 我們如何把台灣語的詞位 他們做的部分 就是叫做詞位 它做的就是詞位的部分 那這個是一筆典型的 Wiki Data 資料 就是一個 item 它是一個 Q 那在這邊你就會看到說 在 Wikidata 裡面 它是把所有的資料 都用 URI 的方式去做命名 什麼叫做 URI 呢 URI 就是統一式別碼 那統一式別碼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說 我這個東西 我這個物件 我都會給它一個統一的別碼 它是固定的格式 那大家比較常見的 URI 有什麼呢 像是各位的信用卡卡號 或者是大家的身份證字號 那種東西它都是 在那個系統裡面 它是獨立的 或是它是有統一格式的 它就是 URI 的概念 那再來是秒數 秒數是為了快速分別其他統一的資料 讓編輯者變得更多 然後再來是意稱為 就是點成 像是大概有意料它 然後再來是多語言的說明欄 那這個也是我們在做多語言的 或者是在做不同語言的資料集上面 這個多語言的說明還非常的重要 那寫VTR的方式 就有點像在寫一份表格 它有點像在批一份表格 只是說那個表格的問題 它的表格的問題 是你自己去選的 那它就會有屬性 那它的這些屬性 它第一個性質 性質的意思叫做 它是什麼東西 就是緩變是一款電子遊戲 然後台北大學是一間大學 或者是那個 或者是 台灣讀是一個 原住民讀取 像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再來像標題 藝術演化就是作品類型 出版社等等的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P就是你要描出這個資料的時候 你要去找一個合適的欄位去做點寫 那目前Wikidata大概有1萬多個屬性 非常多 非常多 那基本上這些1萬多個屬性 大家像我們比較熟悉編輯的人 我們常用的屬性應該不超過200個 甚至我可以講說 可能不超過100個 那1萬多個屬性裡面 很多可能是 識別碼 那個跨識別碼的屬性 或者它可能是一些特殊用途的 你遇到的時候 再去表情就可以了 那 這邊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這些P它會怎麼樣去做連結 主要它有分三種 第一種它是透過屬性連結兩個item 也就是說它另外 它集中一個是一個item 另外一邊也是一個item 中間用一個屬性連接機器 這是第一種屬性的應用的方式 第二種就是它是連結實際的值 它是連結一個實際的值 或者它是連結一個字串 那你可以看到 反應面它會連結到標題 然後出版日記 它是連結到一個實際的值 或是字帳 那最後是一個連結外部連結的一個用途 連結外部連結的用途 那它可以連到端網 或是連到其他應用程式的那個 URI的編號或是連結 那因為URI的資料 它是互相連結的合成 那所以你在URI裡面的資料 如果沒有都是連到外部 或是你沒有寫這筆資料的話 它就會精準不存在 就是它是空的 它內容是空的 因為它可能會被查到 它可能會被查到 那如果你把那個連結 你把很多的iPhone都連起來的話 它就可以做出一個 像是這樣子的一個圖 它就可以做出一個 像是這樣子的圖 像是那個 三峽河、恆溪、大漢溪它都正橫流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恆溪是注入到三峽河 然後三峽河是注入到大漢溪 可是三峽河又會分一點水到 分流到大漢溪 然後大漢溪又會注入到 板橋的那個喇叭 然後喇叭又會注入到這個大漢溪 透過這樣子可以去建構 一種水系圖的一個圖像化的一個 一個破譜圖 那如果你是用機器 今天一直有提到一個 機器去取用的結構化資料的話 代表像是這樣 那你只要切中文 它可能就會有這些中文字出現 那在語言欄位的部分 然後標準部分可以建 中文、環境中文跟中文臺灣 那在語言的部分 大家可以回覆看到那個 在剛剛那個 W1號號TW的這個頁面有沒有 在這個頁面裡面 我們有一個欄位 叫做語言 那在這個語言裡面就寫說 本頁面列出的危機數據 然後不記得兩名 以致可以使用的台灣語言列表 跟部分的統計數據 那目前危機 目前危機在針對語言的部分 它是Follow ISO 6393這個標準 這是一個國際的語言的標準 所以目前那個台語的部分 還是被劃分 就是目前是劃分在這個NAN下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很多不同的語言 那這邊打勾的就表示它可以使用 那這邊有哈卡的客家話 然後像是阿密斯 阿美語 然後這邊斯里克跟德魯就是賽德克語 賽德克語 然後德魯就是泰伍德語 泰伍德語跟賽德克語 他們兩個是共用 同一個語言代碼TRV 然後這個就是XXXY是賽加語 然後Sakirara語 然後這個是米南語 然後再來這個是Eastern mean 就是閩東語 閩東語就是像馬祖的馬祖畫 它是被分在閩東語下面 然後這邊是蒲仙語 蒲仙話的話是不能使用的 蒲仙話就是烏丘化 烏丘化是被畫在這個蒲仙話下面 然後再那個泰雅語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台灣 今天有疊得到台灣語 那如果想要看這些語言的內容有沒有 在這個 那如果大家看這個 對於這些吉他的語言 有興趣或是大家有辦法 就是有能力協助這些語言的翻譯的話 那要怎麼做呢 當然有一些現成的那個套件可以使用 但是我這邊用一個比較笨的方法 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只要在這個語言接換裡面 像剛剛台灣語對不對 你輸入它的語言代表 PW2 它就會出現排彎 它就會出現排彎 那這個出現排彎什麼意思 當你點下去 給它點時間 因為它這個語言切換成一個 你會發現不只是會多了台灣語的欄位可以填寫 就連旁邊的介面都會轉換成台灣語的介面 都會轉換成台灣語介面 這個其實也都是要感謝台灣族群的朋友 就是協助我們進行這個介面的翻譯 可能可以繼續進行 就是這樣子的開通 那再來就是像那個客家化的部分 客家化的話就是打那個 那個語言代表是HAK 或是打HAK 或是它上面是寫HAK8 那你就會發現上面就會轉成那個客家化的平行 這個應該是美國的地 應該是還是不是 就是我不太確定 我對客家化可能沒有那麼了解 那也有人幫台語大學做這個客家化的翻譯 那如果是想要做協助做這個台語的翻譯的話 就是目前是使用NAS的欄位 然後 估計在哪下有漢字的 有這麼一個漢字的欄位 主要不行 主要不行 主要是說明的 主要是說明的 那他還會有一個 反而入圍的一個欄位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邊 你可以撿 在目前台語的部分 你就可以在這邊撿寫 包括像可能給圍儀啊 或者是做一些像 調印度政治啊 等等的 你都可以撿在這邊主欄位 或是如果主欄位有人填了 那你可以填在這個益稱尾 填在這邊 然後去做一個資料的一個匯等 去做一個資料匯等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看一下 有興趣去看一下 看一下大家的前程工作的成果 翻譯這些內容是非常辛苦非常困難的 好 那這個是目前我們可以使用的語言的部分 好 那我們回到 那我們剛剛已經 我們剛剛已經介紹完這個 整個無地道的結構 我們可以稍微來看一下這個 如果大家要寫法定文化資產 要怎麼去寫 因為其實 昨天有人在問我說 如果要寫 某一個東西的條目 要怎麼寫的時候 其實我的回答是這樣 因為 其實像我們社群的工作者有沒有 我們也不是每一種類型的條目都會寫 就是可能我比較擅長寫河川 那你可能比較擅長寫文化資產 那你如果拿文化資產來握我 我可能可以給你的答案是 你去看這頁說明的頁面 或者我會跟你講說 我會透過看這頁說明的頁面很教你 或者是 請你去參考那個 其他的人寫的其他條目 然後我可以跟你說明說 為什麼要這樣子寫 因為其實無地道裡面收納的資料非常的豐盤 非常的豐盤 然後每一種資料都有不同的編寫方式 那大家可以看到像 在原地道裡面對於文化資產的話 我們目前做出來的這個資料的結構就是 我們不希望這個內容就是像是以 以那個文化資產來講 它原本可能都會是一個建築物 或者是它可能是一個碑 那我們不希望說你P31 你性質就寫文化資產 因為有一個專門做文化資產的屬性叫做遺產定位 那你的屬性就可以提到它實際的狀況去填寫說 它是什麼樣類型的東西 但是如果是總統府 它可能就是政府建築物 或者是它是什麼什麼東西 它可能是警察局 它可能派出所 它可能郵局 譬如是建築物 鐵路車站 蠻多火車站都是文化資產的 或者是一些經驗的建築物 等等等等的 那這個東西都可以在文化資產網上面的一些 注入的細節 它們的細節上面都會寫說 這個建築物本身它是什麼樣子的東西 那再來是遺產定位 遺產定位就是在講說 這個文化資產它是 像以前的文化資產是分 所謂的一級二級三級 那現在已經不是這樣子分 現在的話是分那個 國定直轄市定跟限定 像總統府是國定古籍 三角長復原是直轄市定古籍 然後圓台南特 圓台南特 圓台南特 圓台南特或總線應該也是直轄市定 那以前 在以前的話 我們有 我們無畢量也會針對歷史 以前過去的資訊 去做一個紀錄 我們才可以去分析說 這個資料是怎麼去做演變的 所以你也可以在上面標記說 你有找到以前的資料發現 這個古籍以前是一級 以前是二級 然後以前是三級 那再來就像歷史建築啊 紀念建築群 然後紀念建築 紀錄建築群 考古遺址等等 然後考古遺址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項目 就是說 考古遺址它本身是 大部分的考古遺址它本身就是一個 考古遺址 就是它就是一個 它在整個場域上面 它可能本身就是一個遺址 或者是它可能是一個遺址之後 可能因為要蓋東西 所以那個遺址被移走 那有些遺址它是原地留存的 還是限地留存的 那我們在實際上面斷寫的時候 要把它細分 因為 考古遺址就會分說 它本身本來就是遺址 還是它是法定上 它有被分成 它是國定的遺址 指甲式定的遺址 還是限式定的考古遺址這樣 這個有點遺址 但是因為為了要區分不同資料之間的概念 我們就要去做這樣子的工作 然後再來會像有史基 像史基 然後文化的景觀 還有古物 還有古物 然後還有自然地底 自然地底這個很複雜的 自然地底 那還有這個無形化自然 不過因為我們目前社群還沒有在做 就是目前社群在無形化自然上面 還比較沒有做那麼多的工作 這一塊還是占體的 然後文化資產 文質局的一個視點 卻橫向結合 很像記載同一筆資料的那個 收入的那個視點 對那個URI URI 同一視點 那其他的欄位 包括像是這個 我們這邊也會集中先建議 包括像說這個地址建築物 或是這個古建 他有經歷過哪些的政權的轉移 包含像是日治、清朝、明政 甚至更早西班牙、荷蘭 而且這邊其實還會有分喔 如果是金馬地區 金馬地區的那個日治跟金馬地區的那個 清朝的時期是不同的 這個我們都會去做一個資訊上面的談分 這個大家可以稍微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好 那簡單的介紹結束之後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部分是 就是怎麼樣去取用 Wikita的資料 怎麼樣去取用 Wikita的資料 那如果在座有在做一些資料分析的朋友 或是有興趣做這個API的朋友 那這邊就可以知道說 Wikita的取用有幾個做法 第一個是完整Dump 什麼叫完整Dump 就是說你把整個Wikita下來 你把整個Wikita下來下來 那Wikita其實有提供這樣子的功能 這個8月5號已經很久了 8月5號 那個在你如果 你如果打Wikidata Dump 你就會得到這個頁面 然後它就會告訴你怎麼樣去下載 整個Wikidata的資料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是大家要在工作上 或是有興趣做這種資料的分析的話 把整個Wikidata下載下載也是一種 可以去做的分析方式 再來就是這樣組ID存取 就是你得到了Wikidata的ID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 相對應的資料 但是你如果 像是你如果把Wikidata的這個網址後面 加一個.json 它的頁面就會變成像是這樣子的檔案 那這樣子檔案會處理的朋友 它就會知道這個東西要怎麼處理 你就可以把這個東西下載下來 那在Wikidata上面 它有一個頁面 叫做PDA API 它上面有所有的 你如何去使用Wikidata 對API間接的一些指令在上面 可以去做參考 如果未來有要做一些 延伸應用或是開發的話 都可以透過這一頁去參照 那最後是一個Curid的這個功能 Curid的功能在這兩三年來 它有很大的一個進步 那這個功能在哪裡呢 你如果今天 你現在是在Wikidata的頁面 左邊有一個東西叫查詢服務 在Wikidata裡面 左邊有一個東西叫查詢服務 你就可以到達一個頁面 叫做Purid Service 它譬如這是中文 那因為中文的話 它可能會以連體為主 那例子 它這個有那個嗎 它這個能繁體嗎 那Curid它就是透過輸入程式碼 來對Wikidata進行連鎖 那你可以去做的事情有幾個 第一個 因為它是要寫程式碼 那可能大家在學習程式碼 其實這點我都去不會 那要怎麼做呢 你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你可以用範例 你可以用範例下去改 你可以用範例下去改 像是 這邊 地圖上的音樂 就是在Wikidata裡面 然後有標GPS的音樂 然後 跑出來 它就會得到這樣子的一張圖 那 好 那我現在 我現在 我沒有要看全世界 我只看台灣 可不可以 可以 那就開始依照它這個程式碼 去改一下 打錯 那我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找一個叫做這個東西的主權國 這個Q86 就是台灣 就是中華民國 那下面一樣 我要查它的第一指標 按查區 應該不會照做 沒關係 這裡 你會發現 欸 你在這GF 那我這時候就可以放彈 欸 奇怪不可能啊 台灣醫院不可能這麼少啊 對不對 台灣醫院不可能這麼少 還是真的這麼少 那 那這個有什麼原因 這個有什麼可能性呢 第一個 它是查 有標地底坐標的 所以有些醫院可能沒標地底坐標 就是它那個醫院的資料裡面是沒有標地底坐標的 它就不會跟到上去 所以假設 像是 我現在這邊 你還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顯示 你還可以用 像是你可以用一個最簡單 最足處的 就是 欸 這個醫院 大概你躲在哪裡 用最多東西的顯示 好 那我們可以再找一個方式去顯示 好 這個叫做紐約市出生的人 那我不要紐約市出生啊 我去北市 我可以 好那我去找 那這邊是紐約市啊 就是這邊Q6是紐約市 那我把紐約市換成新北市 那我就在VT欄裡面去找 新北市 好 是2448.8 好 那我就再回來這邊 2448.8 然後這邊DN把它改 就是改成中文 我這邊就出現 有263個人 存在幾回市 那理論上也不應該這麼少 但原因有很多 包含像是 資料檢控沒有寫好啊 等等的 那這邊就會列出之後 會有哪些出現的 那種出現的異的旅落 這個異的旅落 這個異的旅落 這個真正的旅落 那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你可以從梵異的旅去改 這是第一種做法 第二種做法是 就是 現在 這個也是這一兩年才上現的一些功能 是這個 查詢電池器 它翻譯包含幾百多 總之就是 因為它現在則有英文的 它叫做pubry builder 就是說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寫這個程式 但是你會知道你要查什麼 你會知道你要查什麼 所以 我們可以用這個工具 那property 但是 我好 我舉個例子 我要查 在 新北市的核油 我舉個例子 我要查 在新北市的核油 那首先 在新北市的核油 首先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它要是核油嘛 所以我先查 我先下一個第一個條件是 它要是核油 立足語 核油 不好意思 因為我已經很熟 所以我記得得自己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號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號 你就開你兩個在這邊查 它就會告訴你自己號 然後呢 第一個是 它要是核油嘛 那第二個 在新北市 那在新北市的話 就是p1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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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新北市 新北市剛剛是自己號 這個 然後呢 你在 你這邊 這個add condition 就是加場件 就是你還要再加什麼場件 就可以在這 那你就可以 好 它就會搞出來 那你大家可以去玩玩看這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要怎麼到底 再幫大家演示一次 就是你今天在WikiData的頁面 你在WikiData的頁面 英文會叫做Q3 Service 英文叫做Q3 Service 中文會叫做茶群服務 茶群服務 那你點進來 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右邊 這邊一樣可以接語言 它可能是英文的 那你可以接語言 接這個動作 那這邊會有範例可以讓你學 你可以玩 就是你可以試試看這裡面的範例 範例 目前有363個範例 或者是用這個茶群變自己 為什麼茶那麼久 哇 做了 要做 不然我們先找台灣人 不然我們先找台灣人 我們以前有做過幾條專案 我們以前有做過幾條專案 像是我們有做這個 我們跟新的原藝術中間合作 有去把台灣的這個藝術家去做一個會整 比較是比較新的藝術家 當代藝術家去做一個會整 那這邊就有一些 這邊就有一些那個成果可以去看 像是這個 這個是我們去把新的原書通編的 所有的藝術家做會整之後 去看了一下在新的藝術家的成員 有哪些是哪些學校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邊攪這個圖 有點不好看 但是可以放大 放大責任 在一起 放大責任 可以看到分析出來發現 最多的是北藝大 那第二多是南藝大 大家有興趣的都可以去試試看 那再來我這邊示範另外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叫做Wiki Data Graph Builder 我這邊示範一個有趣的 我們會示範的一個範例 你要先在這邊寫你要追蹤哪個屬性 那我們現在輸入的屬性是P1066 然後你要從哪一個item出發 我這邊輸入Q700797 就是裡面住 然後我就按FORWARD 就是順向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密碼的圖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就是一張李明樹的這個獅從表 就是李明樹在這邊這個紅點邊 那你就看到在這個紅點邊 在這個資料庫裡面 我把李明樹拉出來 在這個紅點邊裡面 李明樹的老師有小林萬五 然後還有那個 藤島五二 十三金一陽 然後你就可以沿著這條線 再往上去找 十三金一陽的老師還有誰 有這個持錦摩亨 持錦摩亨的老師又是誰 然後再往上再往上 然後我們就會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其實歐洲的一些藝術家 竟然可能是李明樹的 第幾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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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的一個獅子 有一個這樣子很有趣的一個脈絡圖可以去看 大家有興趣可以來玩玩看這樣子的工具 那這一個工具它是一個可以去做一個溯源 尤其是如果你是做那種鴨子的溯源 如果你 Wikita上面一定有把那個鴨子的資料都有去建立的話 就可以透過這個工具去做一個溯源的一個圖像畫 我記得之前你們有看過 達文西在這 所以達文西其實是那個 裡面住的不知道多少多少上去的一個獅子 一個非常遙遠的這樣從 剛剛一直上去 從這樣鋼鐵沾然住上來 上來上來上來 剛剛一直沿路過來 然後達文西在這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 它會幫你畫出這個路徑 它會幫你畫出這個橘色的路徑 就是說從裡面住旅行到達文西有什麼路 你可以發現說它不只一個 它在哪邊會有不同的分場這樣 這是蠻有趣的一個工具 其實時間差不多了 最後因為其實可以分享的東西差不多很多 最後還是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我們的這個共理頁面 我們這個共理頁面 我回去會把今天分享到的這些工具 都放把連結都會放上去 我會把連結都放上去 大家可以回來 回來自己去到這個工具去操作看看 去玩玩看 然後剛剛有註冊帳號成功的朋友 幫我點這個共理下面的前導區 幫我點共理畫面加入這個前導區 然後去幫我做一個前導 這樣我就知道說 你一個成功註冊的帳號 那有任何有興趣的立體都可以在這個 Wikidata 右上角這個欄位輸入 我們在這邊就有整理了很多 我們大部分的資料 包含活動啊 或是一些教學的內容 都會放在這場面 那也可以追蹤我們的Facebook 還有不同的社群網站 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